歡迎收看二分機箱 歡迎來到女人的電話 小亮哥 是 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男生都喜歡 笨笨傻傻的女孩 我跟妳講 笨笨的好處理 好處理 是笨笨的好交往 好處理 是笨笨的好交往 妳找一個精明幹練的 妳在他前面就好像透明的一樣 妳會開心嗎 就是妳做錯太多傻事跟錯事 對嗎 真的嗎 當然啊 妳沒看妳最近男人緣多好 因為人家說孕婦 不好笨 我其實懷孕之後 男人緣沒有比較好 而且才會在我面前把妹 不會 妳看所以聰明的女人就會把聰明 用在該用的地方 什麼是該用的地方 就是不要在妳的另外一半面前 多強 就是硬要逞強這樣子 逞強 剛剛發問的是 來自苗栗客家村 今天 那我們今天呢 要講的呢就是呢 不要在男人的面前 賭強 女人是不是要來裝傻 比較可愛 就是說女人在男人的面前 不要太聰明嗎 是 那今天呢我們請到了演藝圈三位呢 她永遠 心裡有什麼就講出來 這樣的人就是符合我們今天的主題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 歡迎 可是我覺得有些東西就是要講啊 你看我們講了三幾年 你髮型終於變啊 歡迎明天你們就不在了 是不是 我們就沒機會講啊 妳現在是 你看 她就是不會好傻好天真的 她現在這個年紀就是看一次少一次 所以我們要珍惜她 當然這一邊呢都是做口碑的啦 好不好 她不管是聰明的女人 還是裝笨的女人 她們都可以搞定 歡迎聯合國新男 女人越傻越容易搞定 男人的如意算盤你還不懂嗎 紐西蘭的凱傑 最愛女友的傻氣 但是法比歐欣賞的 卻是聰明獨立的新女性 到底女人該不該裝傻呢 聽聽型男怎麼說 她們有這麼的厲害嗎 都可以搞定嗎 呃 當然可以啊 搞定什麼意思 都是可以 要怎麼搞定 不然 至終你先說好了 我覺得這一集我是來觀摩的 觀摩什麼 對啊我發現的女孩子呢 真的是聰明一點笨一點 其實都好 我在這邊是來學習的 哦 你喜歡聰明一點還是喜歡笨一點 男生都會喜歡稍微比較笨一點 但我覺得她們都是大致若語 以我老婆來講好了 是 她自己本身 在我還沒有跟她結婚的時候 她都是傻乎傻乎的 然後家裡面 只要我一不在家 她就打電話給我 呃 你那個電話 十分鐘之後就打來 欸 你那個iMessage 那個是誰傳電話給你 哈哈 又怎麼跳這麼快 因為 我的iPhone跟iPad 其實是有同樣的account 就是只要有人傳訊息給我 在我家裡面的iPad 就會收到 這個人 這個號碼為什麼沒有輸入 她是男孩女的 我說哇 連你這都知道 你到底是哪方面聰明 跟哪方面比較不機靈 3C方面我以為她是比較弱 結果後來結婚了之後 發現其實她都還蠻強的 扮豬吃老婆 這個就要問百榮 因為百榮在這方面好像蠻聰明的 我都自己用自己的啊 達明哥就盡量不要教她啊 他是完全都不會對不對 達明哥 他完全不會 我都覺得就是 還好我有幫他輸入通訊錄 不然他有可能是那種 會自己拿一個小本子 然後再查誰 電話是幾號那一週 還不錯啊 這什麼年代啊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嗎 年紀大都會這樣 我爸爸也有一本電話簿 我爸也有 我那天看 看FB有沒有 你可能認識的朋友 寫說 韓鄉晴我馬上站好 怎麼會這樣 真的媽媽都有在玩耶 每天都有在偷 而且你媽媽 PO的動態比你還多耶 對 他有固定在發稿 我爸都快瘋了 鄉晴你不要在那邊低頭 安安安安安 對對對 然後他出國他也會告訴別人 對 這樣不錯這樣算在充實自己啊 對 不要跟社會脫節啊 對 那剛剛有講到白樓嘛 對不對 那你平常都是怎麼樣 在達明哥面前裝傻 你有這件事情嗎 你會裝傻嗎 男生嘛 只是在人家面前 要有些面子嘛 所以講話的時候 有點浮誇 那可是你明明聽的時候 你就會轉過頭來就是 翻白眼 可是你回過頭來 你還是要 嗯對沒錯這樣子 就是他畫當年勇的時候 會或者是他有時候甚至於 除了畫當年勇 他有時候會搶功 就是明明是我在那邊 揮汗如雨去跑了好幾條街 幫某某人朋友 買了一個禮物 然後而且是我這樣子 精心想過說 哪一個東西適合這個朋友 然後買了一個很棒的禮物 然後送給這個朋友的時候 他就會 他就會 這是我們一起買的 他就會 就會 我們了啦 就變成是我們兩個一起了啦 他就會 有點分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對啊 只是久而久之 本來就是我們啊 有錢他付的啊 有可能啊 對啊 可是是 我要出門的時候 他可能還會繞兩句話說 有這麼嚴重嗎 就買一個什麼東西給他就好了 有需要去三個小時嗎 就找那麼久嗎 你們女生不就買買 對 你們女生不就買買香水啊 買個化妝品就好了嗎 你有需要去找那麼久嗎 因為有的時候 你還會買一些什麼 有特別含義的項鍊啊 可能有一名字 有沒有 那訂做什麼之類 他就會在旁邊講說 這個東西有需要這樣嗎 就項鍊嘛 對不對 對 你就買個 那個調式漂亮一點就好 還去訂做名字幹嘛 好 等到送到人家 前面 人家說 哇好棒喔 這個項鍊 你看還有名字 我的名字耶 這種人就斷交虛位 項鍊那個很早以前 就已經有人在送了 對 就是屁服嘛 對 會裝傻啊 對 可是這時候 可能達明哥就會跳出來說 對啊 這是我們一起去找的 那如果 今天這個女的收到禮物說 蛤 這個很早之前就有人送了 那達明哥會怎麼說 我恐怕他就會說 欸白龍 你怎麼會不知道等一下 我就跟他講 不要買這種東西啊 對不對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就跟他講 這個換句 要三個招呼嗎 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說過了 這個東西已經過時 你就不聽我的嘛 對啊 好像那種口氣 這是蠻想到 明哥會做的事 就有 是這樣子啊 所以可是當下 你會有一股 就是有三把火 整個燒起來 可是你就會 算了 如果我就是很氣的話 我會只會說 哪有 是我自己去買的好不好 如果我當場這樣嗆的話 沒面子啊 他就會沒有面子 對 很沒面子 所以就想說 算了 就說對啊 是我們一起去挑的 所以面子對男人而言 真的很重要 而且聽起來白龍講這一段 他真的長大了 他以前不就直接就講了嗎 對不對 也是 是不是 但是人家說 女生如果傻小的 好像什麼時候 讓男人做的話 自己就可以少做很多事情 是不是 對啊 因為像我以前的 就是沒有學乖嘛 然後以前沒人教 就覺得說 男生在工作的時候 就不要打擾他 我以前的觀念是這樣 我覺得有什麼事情 家裡有什麼事情 車子的事情 家務事情 我就去學 我把家裡做好 那男生只管把工作做好 我覺得這些事情 不應該讓男生操心 所以以前我都會把這些事情 比如說 我最近 車子租任了 要過期了嘛 那你說租任過期之後 要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如果是我的話 我以前 就算我不懂 我也會去學 我也會去學說 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最後應該是怎樣 我只會把結果 告訴我老公 說我處理好囉 可是我這一次就想說 就裝傻嘛 我就傳了簡訊給他 我就說 那個 車子要過期囉 因為車子的事情 我也真的不懂 那你們男生真的 也比我懂得多 那你可不可以 抽個空幫我處理一下 好啊 馬上 隔天就處理好了 會不會你早期 如果是這樣子 跟他相處的話 中間就不用走 這麼多冤枉路 也是有可能啊 對 也是有可能啊 我覺得女生 有時候真的也不能太幹練 就是真的很多事情 要交出去給男生做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說 男生 其實男生 有時候口頭上會抱怨說 我工作就這麼多了 你還要把 這些小事 你還要拿來煩我 可是他覺得 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很心甘情願在做 但是如果你沒有給他做機會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你根本就不需要我啊 人家說 女人最好的武器 就是撒嬌跟眼淚嘛 對不對 有的時候你講說 這個不知道怎麼弄耶 別人就來幫你做了嘛 可是 就是有一些心直口快的人 你是說張艾亞嗎 我覺得像我們這種 想什麼就講什麼 跟會把自己打理好的 像小禎姐 我們這種 都是第二等級的 就是擺明精靈 可是你的外表其實長得有點傻耶 可是我覺得我很聰明啊 可是你的外表 所以 就是這種 你知道他們找你來的原因 今天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可是你的外表 你就是 傻的女生就是覺得自己聰明 你的外表 你覺得穿衣服都需要人家幫忙耶 不會 沒有那麼笨啊 就我會幫自己打理好 可是我覺得 我們這種會把自己打理好的女生 就是第二等級 因為真正聰明的女生是既聰明又會裝的那一種 就是她明明知道 但超會裝的 你覺得有誰是這種人 我身邊有一個不錯的朋友 就是也是圈內的小女生 然後因為她剛出 一開始的時候她交的男朋友她都很慘 因為她非常強勢 是強勢到連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住一起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幾點回家也要告訴我 就她很像射尖 就非常強勢 然後她男朋友是一天刷幾次啊 她都要管的那種 就非常強勢 所以一直被甩 一直被甩 因為她覺得我要規定你早上八點刷 你這樣才有規律的生活 我要幫你安排好你的生活 你才不會 因為這樣有時候不去上班 她本身想當教官是不是 不知道 她就覺得 真的 她怎麼會咬咬 我發生什麼事情 有嚇到你嗎 我們是連做法 可是我說真的 你想要改變人家的那一個人 通常是失敗的 對 然後可是這個女生後來 就180度大轉變 因為她真的太慘 就是連被甩了五六個 然後後來她改變成是 什麼事情都裝不懂 而且不懂到我覺得已經是智障的程度 就是 什麼Wi-Fi不會開 就是真的是iPhone Wi-Fi打開 她都不知道 她明明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生 她就會說 Baby 那個Wi-Fi怎麼開 是幾號 就寫在牆上 你知道咖啡廳有的就標在牆上 我不會輸 怎麼開 那手機突然沒有收訊怎麼辦 就是會這麼笨喔 像失智 結果她男朋友跟我說 我從來沒有認識一個女生 這麼溫柔 這麼體貼 這麼懂我 然後他們經交往四年多 四年多 男生都要浮浮貼貼 而且每天上班 上下班接送 就是這種好騙啊 可是 她那個女生變很多 因為她都知道她男朋友的行蹤 她其實都很了解 可是她會裝不知道 這樣子 男生真的覺得 受不了 比較可愛嗎 真的 我們要投個票好不好 你們覺得這樣女生 是傻得很卡 很有魅力的情舉權 不是的情舉權 可是 只有一票耶 那你們到底要怎樣 沒有 就是 男生應該是 還是希望女生 可以問出一些建設性的問題吧 沒錯 因為我覺得 其實也不要到那麼的傻 那個tie over了 對 如果剛開始是交往抱著移 了解 探索彼此 對方身體 為前提交往的話 那傻一點是可以 但是如果是真的要 就是 走到未來的 就是好騙的時候可以這麼笨 然後等到正式交往 所以不可以這麼笨 沒有啦 應該說是一個過程啦 就是 我交了你之後 你下次應該就知道了 你不可能說 一直幫我輸入密碼 因為 你第一次很可愛 可能第二次我再幫你輸 第三次 大概你知道了吧 對啊 比如說 要處理車子 但是你不知道 你叫我幫忙 我願意 好可愛 他不會處理車子 第三次 你應該會 這樣子我也會有點成就感 感覺我在教你 那如果他每一次問你的問題都是不一樣 今天是我問你 欸電燈泡怎麼裝 明天是問你WiFi怎麼開 後天問你車子怎麼開 那我OK 大後天問你小朋友怎麼帶 他如果這麼厲害 對啊 每一天都是問你新的問題 對可是假設新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OK 可是這樣一開始重複的話 你就覺得 這個 這個有點笨 或是太笨的問題 如果你拉鍊在後面拉不到 請幫忙拉開 你看我自己拉鍊我拉不到 這隻手不就給拉到 白痴 你好厲害 你是有這麼白痴的人嗎 這很奇怪 像他剛剛學了我就覺得 似乎應該是要帶到一些 就是因為就是你剛剛其中 中間有個問題是什麼 電話怎樣 沒有收訊的時候怎麼辦 是不會走到有收訊的地方 有什麼問題啊 對啊 我覺得有些女生真的會裝得很傻 像你說拉鍊 他假設用撒嬌的口氣說 貝比我不會拉拉鍊幫我拉 你還是要幫他拉吧 我拉 對啊 所以拉 基本上拉鍊我們都會幫的 拉壞掉了 特別是往拉下拉 還是喜歡這樣子裝傻笨的感覺 也是不錯 對這個不錯 大致如果 於是常常會拉鍊 我不會拉鍊 內衣的扣子怎麼解 我不會 對啊 這個真的很厲害 對 兩秒都可以開三個 應該如果有個女生 會說 Baby我早忘了怎麼洗 你看 喔我幫你洗 我也忘了給你洗 但是凱傑 剛剛你明明就是 舉圈為什麼突然間變差 因為剛剛聽到 他們兩個講了那麼多誇張的例子 我就覺得其實那麼傻 其實不是一個好事 那你覺得怎麼樣的傻 是可愛的 我是覺得 對啊 一點點傻 我是覺得其實很可愛 對 因為會讓男生想要保護女生 對 然後就是太厲害的話 或是什麼的 我們會覺得 你們就不需要我們在這邊 對 你們什麼事情都可以自己處理 可是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他不是裝傻 他是真的傻 然後 你是說他是真的智商低嗎還是 就是 他其實有一些方面是很聰明的 可是 有一些方面就是 很像一個小狗狗 因為我們住在一起嘛 我從上班回家的時候 他會聽到我家開門 然後 他是真的 就是假裝自己是狗 然後會 跑過來 然後就 在旁邊 在旁邊 真的嗎 真的 就是玩這種遊戲 對 好過癮喔 就是 那種事情 我會覺得 他看到電線感 會 結果連這都學 就代表真的 腦袋不是太好 他真的應該去看精神 好啦 那賈斯汀覺得 女生怎麼樣才算可愛呢 怎麼樣的傻 怎麼樣的傻 就是 怎麼樣的傻 你問到一個真傻的 因為我覺得是 我不太喜歡傻的 傻應該是 我喜歡聊很深的東西 你可以聊很深的東西 喜歡聰明的 不是不是 我們不是在講娶老婆 聊比較低 對 我們是在講說拔妹 所以你覺得 如果女生各方面 他都可以 然後就是 都不需要你 你也OK 其實女生以為 她自己很厲害對不對 她什麼都可以做 但我會找那些 她的弱點 我會找她的弱點 這樣我就可以幫她 你也猜到可以找到 對方的弱點嗎 很有性機的 那對面三位 你覺得她們有什麼弱點呢 有什麼弱點 隨便你選一位 她很傻 她很傻 哪有 我跟你講吧 你來的目的 你右邊兩位 一點都不傻 對照組 不是啊 我覺得我是精明的 我還是 我是為了你們才裝風賣傻 喔 對啊 你何必為了他們呢 謝謝 為了男人 講這句話真傻 Dully Dully覺得呢 我覺得就是 我比較喜歡聰明的是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女生裝傻是OK的 特別是 像我是一個很喜歡開玩笑的人 然後就覺得可能現在很好騙 然後就說 啊 今天有颱風啊 然後我回家我發現我們家 呃 呃 那個什麼 羅水嗎 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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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可能會是一他最好玩 但是我覺得聰明的女生 是最好 因為有時候 像我之前想要學一些台語歌 然後我跟我女朋友討論 都說 欸 這你的這首歌 我唱得怎樣 我可以修改 是嗎 沒有 你唱得很好啊 你看你就是歪觀 你都是裝傻 我覺得她應該是告訴我 我哪有錯 這樣子我才可以進步 但是她完全沒有跟我講 結果我去外面唱那一首歌 唱得很爛 然後人家都在笑我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找這種女朋友是不好的事情 那马丁你觉得女生怎么样的想象很可爱 我觉得女人装可爱装纱 这个是要就是跟她们的交往的时候是才可爱 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她们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你会觉得很可爱 然后会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男人 我可以帮她 可是如果一直要这样子那也会很累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装纱的女生可以交往在一起 很好而且比较好处理 比较好骗 为什么要处理 如果要找一个你的老婆一个结婚的人 那一定要有聪明的啊 所以你老婆不好处理是不是 她不好处理我没办法 每天都是我被处理的 是都是我们被处理 刚认识的时候装傻 可是假如一直持续的话就变笨了 所以咏咸是哪边吸引你 我 我突然很少看你这样子 因为我在想咏咸会不会装傻 她偶尔她不是一个会装傻的女生 可是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有一次我还记得 她喜欢点蜡烛 然后她点完蜡烛 我说我们睡觉前蜡烛要吹掉 她就吹掉 然后她就不知道蜡烛的那个蜡要倒到哪里 后来我就在看电视 然后就听到她说 然后我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她说我本来要把那个蜡烛的蜡倒掉 然后她倒到那个洗脸缸里面 就进去了啊 水就会堵住 然后一碰到水就硬了啊 后来她就说我倒进去了 我就笑她 可是我觉得好可爱 因为她根本没有想 因为我叫她把这个蜡要处理掉 然后她就直接倒进去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蛮可爱的 那她以后就不会做这个 因为假如下次再做的话就不可爱了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第一次做我觉得很可爱 就像你刚刚说的 她每次都说 因为她不喜欢开车 其实我也知道她不喜欢开车 她每次都说我不会录 我不知道怎么走 你开 所以我就开 可是我不在的时候她明明都会开去啊 所以有时候还OK装傻 可是假如一直持续的下 我觉得就受不了 你觉得谁是你觉得她装傻很可爱的 嘉谦 黄嘉谦 我觉得黄嘉谦就是那种 有点像傻傻的 可是嘉谦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非常能干的一个女孩子 但是她会 她演的有时候就是白痴笨笨的 对不对 我不会 然后夏可莉就会来帮她 因为夏可莉是什么都会 她都一直帮她 有时候我就坐在旁边说 Chris她其实会 她说no no no她不会她不会 我说她会 她只是装不会 她说no no no她真的不会 那我就看嘉谦 然后嘉谦就看我 你知道她是装的 所以有时候是那种傻大姐 有时候好像少一根筋 所以你们喜欢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样子OK 可是真的假如一直持续下面 真的下去的话不会 就是笨笨的我 不见得 有些时候持续下去 我觉得反而不更棒 像我老婆啊 她有些时候就是抱着孩子 然后你一叫她 她就 干嘛 然后孩子的脖子撞到门的旁边 抱着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下去是OK的 小朋友第一次就哭啊 第二次哭更惨 差不多五六次之后 小朋友就没感觉了 你就把小朋友练得更强了 这是好的吗 摔到地上 小朋友站起来膝盖拍一拍 跟地板 翻哥哥 对不起 撞上地板了 这就是铁一般的教育 真强的好 所以你说这是聪明还是傻呢 我觉得屡次 几次之后 就事实证明这个是聪明 对你小朋友还不懂 每次提着小朋友出门 在门口跟我说嗨 他就肩膀靠着门边走 那小朋友就刚好撞到墙了 小朋友我原地坐地上 盘腿就坐地上 开始哭了 三次之后就不哭了 下次你们带小孩 可以试试看 没有就是 我没有听你的 我们就真想 是吗 但是我想要知道 因为人家都说 法国女生很聪明很优雅 那不知道法比欧喜欢的 女生是傻傻的好 还是聪明的好 我觉得奔奔的女生不太可爱 太笨的女生不太可爱 不太可爱 我们法国人比较喜欢聪明 个性的女生 我知道聪明的女生 比较性感 比较迷人 比方说我喜欢聊 很多不一样的事跟她 一些旅行 政治 所以我跟我的女 我喜欢中国的女朋友 学习很多 所以如果她好的文化 我喜欢 我比较喜欢 所以你喜欢聪明的 对 她讲这段好没有听 我听得懂她在讲什么 好浪漫 好浪漫的 而且跟着音乐的节奏 要很认真听 只有在听她说什么 是觉得很浪漫的 而且结果就像在法国 对 她们三个人的眼神 是这样子看的 先把你们眼睛的爱心收起来 听得懂不懂是其次 搞不好镜头一take的那边 收出去就上来了 对 没有可能 但是我又想要问她了 那法比喻你来台湾到现在 你觉得是法国女生比较聪明 还是台湾的女生比较聪明 不 这是一个陷阱 陷阱 陷阱 我跟你讲 没有法国女生在看 没错 我们在法国应该不会转播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行为真不好 在台湾 新闻不好 新闻不好 比方说你家YouTube的影片 YouTube的影片 对 我觉得来法国女生 她们喜欢看别的国家的文化 别的国家的新闻 对 新闻 可是我觉得台湾女生 不太喜欢知道 What's happening in other country 他说台湾女生没文化啦 我都看CNN啊 你看CNN吗 我看CNN有有有 有啦我们都有那个 Discover Channel Discover Channel 他还讲出了新闻界的心声 就说外店的比例比较少 比较低 也低很多 不要以为这样 但是他还是没有回答 他比较喜欢台湾的女生 我们不要欺负法国人 我们来欺负德国人好了 你以为德国人不在想 就没有德国人可以问是不是 我告诉你 德国人坐在那边 哦 我不喜欢傻的 我交过的女友 都是还蛮聪明的 那如果一个女生很少 我很快就不想 那你觉得德国的女生比较聪明 还是台湾的女生比较聪明 德国女生比较 有国际观一点 就跟法比喲的想法 那会不会杜力也这么觉得啊 没有 我觉得台湾女生是最好的 超美 超美的 你这个超厉害的 超美 又太假了 他一路节目录到习惯 知道怎么讲话 是对的 但是我在想 小狼哥 会不会男生跟女生 會怕女生太聪明 太聪明到 太聪明会有压力 对 如果男生 一定会有压力 男生才会批评女生 说你们不贤惠啊 不乖啊 不听话 有被这样批评过 有啊 哪有 哪有 有的話才講 你為什麼都不相信啊 你要騙通道 我真的 是我親身的故事 就是呢 因為我覺得 好像外界都覺得 我是一個會很傻的人 但其實我不會 我是有 你為什麼一直強調你不會呢 對 因為好 等一下 我先講這個 肥貓不怕 我真的不怕 我先講這個 等一下 他就是這種 手不傻 這杯子可以吃嗎 他現在很像是多了 然後硬要說 沒有 我沒醉 我沒醉 不要說我醉 這樣子人家說我騙通告 我是認真的 這故事是真的 就是我之前交一個男朋友 然後因為他那時候 賺得比較少 小燕哥 不要用懷疑的眼神看我 沒有沒有 我很尊敬的眼神在看你 好 就是那時候 我賺的錢比他多 那時候我剛開始上通告 就是也沒有公司抽成 所以收入就還不錯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他 一個月好像只有兩萬出頭 他就會常常說 我覺得你賺得比我多 會讓我壓力很大 你可不可以不要上太多通告 我這樣沒有辦法跟你好好相處 你不能夠少上幾個通告 就在家裡幫我打掃嗎 然後你如果在家裡 好好打掃煮飯 這樣才是一個女人該做的事啊 他會這樣講我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我賺錢沒有愛到你 而且我們有時候吃飯 什麼也是我付錢 為什麼你要用醬來 好像嫌我不對 他覺得他在外面沒有面子 就是在外面他撐不起 好像都是我付錢什麼的 所以那是錢啦 我後來 我後來會塞錢在他皮包 皮包 對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讓他 有沒有錢的窘境 但最後還是分手啦 就是那個時候 我為了讓他舒服一點 我才 他塞錢在他的皮包 你們覺得這是聰明還是傻 不OK啊 他是有愛心的 我覺得很OK 假設給你怎麼會搖頭 你缺錢啊 因為要是我 我會知道你給我錢啊 可是因為那時候就是怕他不好切啊 要不然是聖誕老公公給你 沒有 我發現假設給我的錢嗎 可是沒有錢啊 可是月娟姐 你不覺得這樣很過分嗎 就是我是因為 我不想要讓你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我用偷偷塞 那我擺明給你也不行 我偷偷塞 可是我覺得要看男生 如果他只是在外要有面子 他跟你之間可以坦承 我覺得這動作OK 可是他今天是跟你私底下 他都過不去的時候 你再做這動作等於是看扁他 可是他會一直嫌說錢不夠 可是我給他的時候 他有時候也會開心耶 就是他也是一個很忙碌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覺得你直接給他還比較好啊 就是也是我為了你們裝的耶 你們這樣子有必要這樣嗆我嗎 你又沒塞我錢 你又沒塞我錢 為我裝錢 其實我現在我的錢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張艾亞最笨的地方是你選錯男朋友 對啊 你根本就不應該跟這樣的男生 再繼續交往 我覺得還有因為是女朋友 不是老婆 所以可以說分手就分手 當你變成老婆的時候 就是不一樣了 沒錯 你聽聽資深的百榮姐說嘛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是男女 是女朋友的跟老婆差好多 女生的時候啊 女朋友的時候 她偶爾問我們一些問題 我們還會就是說 給一些意見 是她有問我們才會給意見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說 哇我們有共同的一個目標 然後達成共識 然後準備要共組家庭了 所以我們有事情 當然是有商有量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我會覺得我有參與感 可是這習慣要很久才能慢慢改 因為等到結婚了以後 她跟我講一 那我馬上就已經二三四五六都想好了 那我就會告訴她說 欸可是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喔 她就會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有意見 你可不可以只要聽就好了 我講這件事情 不一定是需要你的意見 我只是想講而已 所以我有時候都會被騙喔 因為她有時候會說 欸老婆你覺得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這樣的開頭 一定是你覺得 那我一定就會回答我覺得怎麼樣啊 可是不是 通常男人到了結婚後的 你覺得不見得是要你給答案 其實她心裡面搞不好早有定見 對 然後你只要回答她說 對啊 是這樣的嗎馬丁 你是不是覺得如果她 不然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跟她講呢 那如果她 其實想要聊天而已是不是 對啊 沒有 有的人她只是念而已 有時候她問你說 欸你剛剛怎麼來的 我做中午吃什麼 她根本沒有想要聽你的答案 她沒有聽答案嗎 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真的嗎 Alex真的 有時候會啊 那為什麼你們要開頭說 你覺得 他連水電費帳單都要念的人 你就讓他念嘛 可是那個就是 我們會習慣性就會 可是這個是雙方的啊 因為有時候 譬如說剛剛講很簡單的 有時候 我們在家裡 然後中午要吃什麼 我說欸你想吃什麼 其實我已經知道我想吃什麼了 對啊那你會幹嘛 對啊 她有時候她也會啊 因為她有時候會說 我要吃什麼話 我就說我要吃越南河粉 她說不要啦 我們還是去韓國烤肉 我就說 蛤 喔 那我們吃別人 她說沒有我覺得韓國烤肉很好 後來她講了三次我就覺得 韓國烤肉好像不錯 沒有 女生有時候會有個小測試想想 你會不會跟我心電感應 你想要試一下 對所以一樣啊 女生也會這樣子做啊 因為有時候都我覺得 就是妳講到了 有時候在一起很久了 其實你不是問人家 你幾次是在跟人家講 我覺得反而是婚前 妳一定要有能幹的一面 這樣這個人覺得她可以幫妳吃家 當然啊 要結婚的話 所以啊 婚後妳才要裝傻啊 要不然妳一直能幹下去 男生還要幹嘛 其實揮向很多事情 那時候我們剛成立診所的時候 也是我們兩個完全不懂 她當然有她的醫學知識 你知道整個診所成立起來 每一個橡皮擦一支筆 然後每一個帳都是我去學來做來 這樣慢慢慢慢做起來的 我其實根本不是學這個啦 所以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不懂的事情 我願意去學 去做 因為我想要幫妳分擔一些 可是我覺得 當妳衝過頭的時候 男生就會覺得 哇 原來妳什麼都會 那 我 我就照顧別人好了 所以這樣子還去照顧別人了嗎 妳跟我一起照顧 沒有 我跟你說 男生有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 他就覺得 那反正妳可以在家裡 把公公婆婆照顧好 小孩照顧好 那我的工作是什麼 我每天除了上班之外 那我男人的工作是什麼 他要一個成就感 他需要一個成就感 如果男生碰到 像小禎這麼聰明 又比較不會裝傻的女生的時候 那你們怎麼處理啊 會有很大的壓力 小禎這種會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能幹的男生一樣 對 感覺上我們是對手 而且像你知道 感覺上我們在比了 因為他什麼都會 他又敢講 對不對 他不需要我們幫他 好像不需要包容 也不需要他 不需要說你OK嗎 因為他很OK啊 理性講道理 還不見得講得贏他 我覺得到一段時間 會有點壓力 你在這婚姻裡頭 都沒有裝過傻嗎 他不會裝傻 不是 我唯一 不是裝傻 是真傻 他唯一覺得我也是可愛 是我有一次在百貨公司 因為我數學真的很差 真的很差 然後呢 我有一次打電話給他 我說皮皮 他說 我說你在忙嗎 他說沒有我在開刀 他說 欸 我有件很緊急的事情 那個 然後他就覺得我很可愛 他就覺得我的數字 怎麼可以差成這樣 就是唯一那一次 可是那也不是裝傻 因為那是真的傻 那你都沒有裝過 現在是真的比較會知道了 就是經歷過這一段 然後看到身邊的很多的朋友 然後尤其是李佩甄 我覺得看到他身上 我覺得有學到非常多 所以佩甄屬於會裝傻的那一種 佩甄其實是非常聰明的女生 非常聰明 會裝 可是很聰明 那你有沒有跟他身上學到什麼 你想想看佩甄她從小 她出來工作 然後養他們家 她是一個多麼獨立的女生 然後她非常聰明 可是她碰到做做 她就會有很多事情 會去拜託她 比如說 你說家裡這種換燈泡 這種小事情 她絕對是會交給她做 而且是會請 等她回來 就是她寧願家裡現在是暗的 她等她回來 換燈泡 換完燈泡 她會牽著小孩在旁邊說 你看爸爸好棒喔 這個家裡有爸爸真棒 然後她就會 然後她就會說 打打 你以後也要學爸爸一樣 換燈泡是家裡男人的工作喔 就是她會 你知道她會講這些很噁心的事情嗎 但是男人們 你們聽到這樣的話 真的會覺得自己很棒嗎 我會冒人 對 不曉得把燈泡給捏破 把她都流血 怎麼會這麼誇張 肚力會很開心嗎 如果 我一定會不開心 我會覺得你一整天都在家 你練那個燈泡 你都不會換嗎 溫妮佩正不是一整天在家 她也有工作啊 也要帶小孩啊 她也要出來工作 對啊 所以我們應該要學就是 我們要怎麼換燈泡 而且你看 男生就是這樣子 他覺得女生在家一整天都沒事 那難道小孩會自己煮飯吃 自己上廁所嗎 自己去上課嗎 女孩子在家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嗎 其實女孩子在家 比你們在外面還累 因為你們在外面 真的有人計算過 有可以休息的事情 你幹嘛一直看我 因為剛剛你跟我講的啊 對啊 你為什麼這個事不怪我是不是 你覺得他們好難好難控制 就是到底要裝到什麼懲罰 還是要多聰明 到底要怎樣 這好兇耶 對啊 而且她剛剛講的應該是西方人的想法 不代表本台立場喔 是 都沒有看到小禎講話 我們都不插話的嗎 就讓她長完 像愛麗絲也是啊 愛麗絲她有種更狠 她就說 也是要叫她老公回來換燈套 然後她老公也就說 對 就像剛剛杜莉講說 你就是每天在 你一整天都在家 你不會自己換嗎 我現在就是在工作嘛 她說 沒關係老公 那你工作 那我到樓下的管理員 上來幫我換 然後她老公就衝回來 就立刻回來換燈套 其實像你剛剛說 佩甄其實會換燈套 但是她會做那個秀 說老公你好棒喔 然後還跟在小朋友的面前說 你看爸爸多棒 以後要跟爸爸一樣 其實男生也知道 你也會 可是你讓我舒服 對 她不是說你幫我換燈套 對很難啊 所以那個技巧很厲害啊 她其實會啊 那凱傑呢有遇到這樣很強勢 工作上一定有啦 有啊 有啊 在那種女生的面前 我會變得很 比較被動 因為我會怕那種女生 尤其是說 我在講中文的時候 可能我們外國人 就是腦袋是動得比較慢 我們要比較 就是 還要反應一下 對啊 那就是因為是工作上 而且她是在我上面 就是我要 可能是去想一些 可能是工作上的一些東西 我要再跟她講 我就反而 會一直被她搶 或是她會有那種感覺 就是讓我覺得我講的話 沒有很聰明 然後我反應就是 反應不過來啊 就是沒有辦法 就馬上講話 所以就是我會變得很被動 就不敢提出意見 其實反而我覺得 你遇到這種女生 你就是男生要裝殺 因為這種女生 你就贏不了她 沒錯 所以你就是要乖乖的聽話 其實馬丁這個理論是對的耶 因為通常強勢的女生 她都會比較有母愛 就是她會喜歡去照顧 對 對啊 所以馬丁其實這個策略是對的 對啊 所以馬丁從 我都有體驗 你都有這樣子做嗎 我都知道 乖乖聽話 就不會有事 我結婚前我有一個女生 一個女朋友 蠻聰明的 然後 她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她很聰明 可是她會有點裝傻 她就是有時候會讓 因為在 特別是在男生的前面 她會讓我覺得我很厲害 我覺得這是她 她的一個很優異的點 就是她會說 老公你好棒 或者是你對 其實她是一個很聰明 她覺得我錯她都不會講 那永賢就不一樣 永賢就是比較外國人 她就會 她就會跟我 跟我吵 然後她也不會 她不會說在外面 因為有男生 會讓我 因為她個性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假如可以裝傻 有一點點讓男生 有一點面子 我覺得是OK的 特別是在 男生的朋友前面 我就是覺得 Alex會很不喜歡德國女生 因為德國人真的過度龜毛 然後 會很計較 很小的很不重要的東西 比方說 如果你跟別人分享一個故事 你說 我們那天可能 八點晚上回來 回家 然後那個 旁邊有個帥哥 不是八點啦 是六點 或是她就打斷你的話 蠻帥的嗨 嗨 你聊一下嘛 想講就講啊 比如說有時候 男生有時候講話 可能也不是浮誇 但可能 你就是浮誇 他給面子大更廣場 好不好 這麼多人在看 對不對 男生在這裡 讓他講一下話 好打 你們換一下位子 就譬如說 我們可能男生喜歡打籃球 可能我那天可能就 比如說可能只得10分 但硬要自己講 得了可能15分20分 他說哪有 我看你都沒進啊 明明就沒進 很糗 很糗 旁邊有多少人 大概 五六個吧 然後朋友就這樣 喔 因為宣的是不是 講話宣這樣 不是啊 從來老師教導我們 就是要誠實啊 你怎麼可以誇大其實 我還是不要講話好了 他跟張艾亞換個位子 真的 那個可以噴死他嗎 這個時候老婆應該說 NO 老公你錯了 我今天算你最少得了25分 對 噁心 噁心我沒有辦法 他不是虛假的 或者是要裝不懂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你一直進耶 那樣你是得幾分之類的 對啊 你應該說你進了這麼多三分球 你最少25分 李懿應該娶你 好不舒服的後面 這就是我們需要的 對 這件事情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他講得跟真的一樣 沒有這跟女生常 女生常會說 欸你覺得那個女生漂亮嗎 我會說 我會說 哪裡有你漂亮 你最漂亮 一樣的意思嘛 永遠記得有一次 他就跟別人說 你看 不是不是 然後他說 你看我老婆嫁得多好 我就冷冷一句 你真的覺得我嫁得很好嗎 然後所有現場 冷喔 三秒鐘之後我就說 是嫁得非常好 他馬上笑了新花台 旁邊的人都冒冷 他也沒笑 對 對 可是我覺得你最近很開心 你怎麼不發你老婆來講 他平常怎麼給你做面子 改天啦 改天 沒關係今天李懿來讓他講 改天改天 對 沒錯 不是 也不只是我們家這樣子好不好 宋世嘉也是這樣子啊 沒有我剛剛就講 甚至在那種正常情況下 我們當然會幫老公留點顏面 可是如果 在那件事情發生之前 有結怨 可能有一點 就是不高興了 那當他 那當他 那當他在朋友面前 有點糊爛的時候 你就會 嘿嘿 你知道嗎 就機會來了 你有什麼實際的案例嗎 有 因為有一次其實我已經有一點 心裡不高興他 然後呢 就是為了別的事 然後可是到了教會呢 他就碰到一些年輕的弟弟妹妹 然後也是剛進演藝圈的一些弟兄們 然後我們又平時就有在演一些短劇 那到這個平時排戲什麼的呢 就有些人會姗姗來遲 然後就害著大家都要等 於是這時候達明哥嘛 他區長他們這麼多歲 於是就開始對這些弟兄們 開始小以大意 他就會說 想當年我們在演藝圈的時候 我們多讚盡啊 那如果你隨便就遲到 人家就會說你耍大牌 然後外面對你的評語就不好 可能你以後就沒有演出的機會 所以喔達明哥喔 是最在意這個守時的這個問題的 還滿有道理的啊 很有道理啊 可是當下我就 是嗎 我就這樣講了 喔 完蛋了 因為在家我就已經被他氣到 在大家面前你會說 是嗎 對 他們今天在家就聽到了 重點我要呼籲的是 我要重申的是 因為他在家已經把我氣到了 然後到了那邊的時候 就是抓那個點去弄他 他就是在報仇 我就突然說是嗎 可是我聽說的故事好像不是這樣喔 我曾經聽到歡歡姐跟我講過說 那時候你們在拍八點檔 大家都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在中影文化城的棚在拍 然後一大清早 大家都已經整夜都沒睡了 有一場戲在等宋達明先生 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 大家臉都綠了 然後突然間宋先生走進棚裡 而且是很開心的這樣子 完全沒有感覺到人家都在臭臉喔 他走進去然後就說 欸 你們知不知道 中影文化城外面的那條河裡 有鯨魚耶 因為他蹲在外面的河裡看鯨魚 然後所有的人就一陣安靜 然後就這樣臭臉看著他 然後他還說真的啊 真的有鯨魚啊 然後我就把這個故事講給 現場的那些弟兄聽 在大便哥面前嗎 對 我就說欸 我聽過的故事是這樣欸 然後結果當下 還有故事呢 可是這是事實 這是真的歡姐姐跟我講的 這等於是開戰了嗎 對 所以他就很生氣 他那天超氣 可是他當下就是 我知道他的臉已經可能掉地上那種感覺 我覺得連上帝也救不了你 後期我也知道他生氣 可是我心裡就覺得 誰叫你剛剛在家裡面 就是要氣我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做這件事 可是其實後果也沒更好啊 對 我們聽聽美國人 如果遇到這樣的怎麼辦 對啊 助力 曾經過遇到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女生 然後我覺得我那時候失去了她 我還滿後悔了 因為她大概四五年前啊 她什麼計畫已經安排好的 她想要上什麼 碩士的學校啊 她想要去美國念書 她想要做這個工作 她什麼都成功了 我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我就覺得我失去這個人 是 我這一輩子可能會後悔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她在我旁邊都會推動我 她一直會鼓勵我 她跟我講我哪裡有錯 我自己可以進步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問一下挪威的馬格斯 是 如果你碰到比較強勢又不裝小的女人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我想台灣的女生她們要男人她要她幫她們 找過她們 可是挪威的女生她不喜歡男人幫她們太多 所以挪威跟瑞典是一樣的意思 對對對 因為隔壁嘛 對啊 所以我們有一樣的觀念 那個小男人 對 所以你要學習馬丁 挪威跟瑞典是一樣的意思 你吃飯 生氣 你們大家都不喜歡這麼聰明又強勢的人 是 女生就很可憐 因為聰明又不強 聰明又強勢的女生比較不懂得裝傻 在愛情上面其實是會跌倒的 是吧 我是覺得我某些部分是聰明的 但是我都輸給那個第一個最高等級的女生 就是我之前那時候被一個男女生被一個男生劈腿 然後他那時候劈的那個女生真的非常厲害 因為他是在我面前是非常精明能幹 精明能幹的那一型是會 因為他一開始幫那個男生追我 就是他其實是 是妳的朋友 對 就是我們我跟那個男生的共同朋友 所以他幫那個男生追求我 可是追求追求 後來他跟男生就走很近 結果大家 就是那個男生跟我說我是小三 那個女生是正公 但他卻幫他男朋友來追我 所以我就一切都覺得很困惑 想說你不是正公嗎 你又幫忙追我 他就說沒有我那時候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願意幫男朋友追一個小三就對了 然後在我面前 在那男生面前裝得很OK 很open mind 就說我覺得你可以有新的女朋友沒有關係 所以我幫你追他 但私底下他都會打無聲電話來罵我 就是半夜會打電話罵我說 你這個賤女人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 把我罵得很難聽 然後說我二虎撲羊撲那個男生 但其實他在他面前 是願意幫他追求我這樣子 然後呢 任個男生從到底都不知道 這個女生這麼可怕 而且我們三個剛好在同一個區域的時候 他就會在那男生面前裝昏倒 然後昏倒之後對我比一個勝利的表情 然後撲倒在那男生懷裡 好像八點檔喔 然後男生就把他抱走送急診什麼 但他其實一點事都沒有喔 一點事都沒有 然後就是裝這樣 可是後來那女生就勝出 其實真正他才是小三 三比你厲害 他那時候幫他追我的時候 他沒有跟他在一起 是事後他們真的就在一起了 可是男生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他心機這麼重 都覺得他是真的 然後還罵我說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感情不錯 我們又不是故意要交往的 是後來才在一起的啊 你為什麼要怪他 他對你這麼好 那時候還什麼 我追你的時候他還幫你送藥 覺得你身體不好 他還幫你送 就是關心你 你怎麼還怪他 就男生從頭到尾都覺得他是好女生耶 到現在都還是這樣覺得喔 但他就是 你以後遇到 稍微遇到的那種 要動頭腦的遊戲 你就退出 先不要玩 不是 我是為他好 你這樣有禮貌喔你 這個道理 放諸四海皆準嗎 我們就要來問一下我們最有國際觀的聯合國型男啊 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哪個地方或哪個國家的女生最愛裝傻 請寫白板 在寫白板的同時我們就要問賀少夏 因為他們有白板可以寫 你覺得哪一個國家的女生最會裝傻 我覺得是台灣女生 我遇過的是這樣子 德國女生絕對不會 因為德國女生很 就是很自大的感覺 而且就是 大女人 就是 他們完全不想輸給男人 也不想 讓男生覺得他們很需要他們 你剛剛講這一段會在德國播放喔 他們聽不懂沒關係 而且他們又不是我的菜 所以你喜歡台灣女生裝傻 不喜歡 嗯 我喜歡聰明的女生 完全裝傻都不行 撒嬌我覺得很可愛 但是不要裝傻 我覺得撒嬌跟裝傻是不一樣的 請問馬丁你寫的是什麼意思啊 懶惰王國的民族啊 哪裡啊 沒有啊 這是在遠的要命王國旁邊的 對 沒有這個就是代表所有的女生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女生都有 只要她們懶惰 她們就會裝傻 因為懶惰的她們就是裝傻 那男人就可以替她們做事嗎 像我們剛剛一直做的 其實用心激動傻傻的女生 她們才是最累的 真的 我們直話直講是因為我們不用想啊 我覺得這是 我對你講出一個問題 有直覺的答案是什麼 我就 我不用想啊 不用管拉莫講 換燈泡啊 換什麼 遙控式的電池啊 或其他東西 那你有沒有想過她叫你換燈泡 其實只是要做 要看我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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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想看我的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 你怎麼會 真的想太遠了 真的 你這個說得好 你轉過去讓我看看你的屁股好不好看 那你把這邊的燈泡都換一下好不好 真的還好 對啊不好看 不好看 轉過去 我要換燈泡才會那個 那個姓會出來 不想看 微笑才會看得到 朱莉還畫了個地圖 然後寫中間 那是雞腿嗎 那是哪裡啊 台中嗎 台中嗎 那是雞腿吧 沒有 你問的是國家 就寫了台灣啊 那是什麼國家 這是雞腿啊 這是雞腿啊 這是很像台灣不是嗎 滿像雞腿的 那是雞腿 那是雞腿 總比她寫得不好看 不敢拿起來 你不要那麼醜 你拿起來 有嗎 我很醜 你不要寫錯字 抬什麼 你那個彎很不確定感 我知道他錯了 所以我找不到他 你寫得比一個法國人還差 台灣哪裡惹到你 我就覺得台灣女生真的很愛裝傻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特別多 在美國我們可能會遇到這些 可能是金頭髮的那一種就是裝傻的 但是大部分的 我自己覺得大部分的女生不會這樣子 但是在台灣 大概70%都是很愛裝傻 那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我就不喜歡 完全不喜歡 就是偶爾要看狀況 但是不可以每天每一次 一模一樣的事情一直發生 我會覺得太over了 像他們都講的一樣 我就是也這麼認為 有時候我覺得 因為台灣男生很喜歡 笨笨可可愛的女生 對 所以他的意思是因為台灣男生的關係 所以造成台灣的女生都愛裝傻 會不會是因為台灣的男生 比較大男人一點點 對 因為像那個 我覺得是文化吧 我覺得像Faisy看起來就傻傻的 對 他讓我是不是 不會其實他很厲害 你問六月就知道 聰明喔 我也覺得是聰明的 真的是聰明的 不是傻的那一種 所以是你傻的 是我傻 但是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全亞洲 因為我覺得這是 這個答案好油條 我覺得是文化跟教育的方式吧 因為你知道在國外從小 在教育的 在學校就是 男生女生就是 你講什麼就講什麼 你不要問 你就是要講 你就是要把你的想法講出來 從小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好像 從小就是跟女生 連我有時候教育我的女兒都會 因為我會被文化影響 女孩子不要哭喔 不要講太多話啊 要溫柔一點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從小 你再跟他講 以後長大就會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不一樣 你們大家都寫亞洲國家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 寫美國 嗯哼 因為他已經放棄美國 不打算回去了 是誰 是誰 像我們那邊的女生 雖然他們 他們不是傻 不是笨 他們其實 其實會很多 很多東西 像我 比如說 好我妹妹 一個好的例子 他就是 因為我們從小 我們就有這個打獵的文化 然後我說 我妹妹 她有自己的槍 她也知道怎麼開這個槍 怎麼拿著 也知道 森林的路怎麼走 也會自己列到那隻路啊 也會想辦法把它抓回來 但是 一要處理那隻路 的時候 因為要吃啊 要處理對不對 一要處理 那個女人裝傻的就出來 她說 爸爸我不會處理 你幫我弄好不好 嗯 她叫過我們好幾次 但是 她就是在這邊 就開始 就挑時間 對 就懶惰王國民族的一個 我有一個 就是一個女生的朋友 我也覺得這件事情 耐人尋味 就是她 跟她男朋友交往 然後有一天她回家的時候 就發現垃圾桶裡面 包著一坨衛生紙 她就很靠奇 就覺得 要打開來看看裡面是什麼 就打開來果然看到一個保險套 然後 裝滿的東西 沒有裝滿啦 裝滿 裝一點點 裝滿還得了 裝滿是有多少人來觀光過啊 對 憋那麼久 裝滿 沒有裝滿 裝一點點 然後 她就很生氣啊 就說 這是什麼 然後這男生說 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自己來的時候 喜歡衛生 還要保險套 戴的 然後那女的就覺得 怎麼辦呢 之後 就有一天 我們大家在聚會 在聊天的時候 她就問我們大家這個問題 就說 欸 我覺得我跟我男朋友 最近是不錯 但是 那天發生的事情竟然是這樣子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然後就要看我們大家的表情 我們跟那男的也認識 我們就 哇 這種愛乾淨的男人 很少可以碰到 對啊 這很難講啊 搞不好有人 搞不好有人真的有這方面的怪癖 有潔癖之類的 對啊 我覺得只有男生 才會幫男生這樣cover 因為有一次我也是 那時候在交往的時候 我去你這樣家裡 她那時候住在一個公寓 有裝滿嗎 然後我就去 不是 我就在她的那個 垃圾桶發現一個女生護墊 哇 而且不是 就不是樂士來 就是平常你用的那種護墊 護墊 那我就把她拿起來 貼在她牆壁上 我就走了 然後她回來一定有看到嘛 因為你門打開那面牆 就看到一個護墊 然後她 我就打電話給她 我就說 欸 今天有貼在你牆上護墊 妳有看到嗎 她說有啊 我說那個是誰的 她就說 沒有啦 就我們一個姐姐 她拿來卸妝的是不是 不是 她就比如說 她就說 沒有 就百榮姐今天經過我們家 上來借廁所啊 她就上廁所 就可能護墊是她的吧 我就說 喔 現在有這麼巧 然後 我已經沒講話了 就下一次 我們就剛好 比如說百榮姐在的時候 我就說 欸 百榮姐 那天 我看到那個 我去阿良家裡啊 然後上廁所 看護墊阿良 說是妳的去借廁所 然後 因為沒套好嘛 然後百榮姐就說 蛤 什麼 沒有啊 我哪有去她家 我沒有 然後就看到妳這樣 在跟她 抓到這個表情 喔 好像有耶 那天 有 我那天去談生 想起來了 對 經過 去她家 我說 喔 這麼巧 那下次我跟妳講 我介紹一包好用的護墊 我放在她家 妳再慢慢用 他們冒冷汗耶 真的冒冷汗 因為我們已經分開了嘛 嗯 那這件事情就發生在 大概 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的事情 這樣 因為她就很好心 就暑假我們都會帶小孩出去玩 然後她這一次呢 也很棒就是她帶了 暑假帶小孩 就是跟她爸爸媽媽一起去 好像菲律賓去哪裡玩 就對了 一個島上玩 然後呢 她出門前 我還有叮嚀她 我就還說 這是妳跟女兒的假期 我覺得非常的棒 我很開心 女兒一定非常開心 這是屬於妳們兩個的假期 我就一直在強調妳們兩個 因為我就怕 就是會有別人照顧我女兒 出現另外一個 然後呢 我就還寫了一個很感性 她就說 對對對 絕對 沒有 這就是屬於我跟我女兒的兩個假期 這樣 然後呢 就上個禮拜她們回來 上個禮拜我就碰到我那個服裝師 然後我們的服裝師呢 就說 因為Emma那天陪我去錄影嘛 然後呢 我們服裝師也是離婚的 她的前夫也帶了她小孩 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呢 那個服裝師就過來說 欸 Emma Ember有沒有去跟你打招呼 就她女兒 她就說她女兒有沒有去跟她打招呼 我說 Ember也跟她爸爸去那個 你們去的那個島耶 去那個club妹耶 然後我就說 真的喔 這麼巧 她說 對啊 你知道嗎 我的前夫就是帶她女朋友 跟Ember啊 他們一起去那個島嶼 然後就 她也很三八傳簡訊給我說 她在島上面看到李靜良跟某某某 然後我就這樣 蛤 說喔 好巧喔 對啊 我說真的很開心 他們帶她去那邊玩真的很棒這樣 真的不能做壞事耶 連到了菲律賓都會被抓到 對 然後我就必須要沉住氣嘛 因為你這時候就是 就是千萬 問也奇怪 因為她一定也會否認嘛 對啊 那也不是說人家有拍照回來 就是他們有拍到嘛對不對 所以有男生 絕對小心化妝師 絕對小心化妝師 不是啊 是奇怪的 你那重點他反正比較怪 怪你的好心情 不是啊 你如果不要帶人去 你還怕化妝師看到嗎 對對對 沒有 可是這件事情後來 就反正我就裝傻嘛 可是還好 我那時候並沒有很緊急的 就去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後來我想一想 想一想 我還是 我就問Emma 我就說 Emma那個 你這是去那邊玩啊 跟爸爸玩得開心嗎 他說開心啊 我說那有 就你跟爸爸去嗎 他說他有夜罵啊 那因為我很了解我女兒的 他在講 他有時候在說謊的時候 他自己講一講 就開始咬下唇 然後就會笑出來 你就知道他在說謊 可是他那一天 居然就是真的想一想說 沒有啊 真的就是我跟爸爸啊 可是我就相信他 我想說 那應該就是真的 因為他從來 他沒有辦法說謊 不會騙人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那個服裝師看錯 搞錯了 對啊 所以後來我就還是 反正就還是寧願 因為我想他這樣子答應我 他應該也是會做到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 裝傻也不是 也是 當下不要衝動去做事情的 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緩衝一下就對了 對對對 其實不只小珍 珍一隻眼 閉一隻眼 我們傻傻的艾亞也是吧 其實我真的都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交一個男朋友 我覺得那種 男生的行機敗露 都是在無形之間的 譬如說他接電話 電話就是亮就會蓋起來 譬如說手機一亮他就來翻面 然後或是 講電話的時候一定要去廁所講電話 你就會覺得這不太對勁 然後那時候呢 更怪的是 我去他家裡的時候 還會有人急促的按電鈴 就是按電鈴之後他都不開 他就說最近很突然 等一下 叮噹 你有聽到嗎 有聲音嗎 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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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錶嗎 不是 我沒有 我沒有說他假裝 電視開大聲一點 我沒有說他假裝 他聽到他就說 最近有一個人常常騷擾我 所以不要理他 他就會有一套說法 然後我就覺得 這些你是當我是白痴嗎 就是有鬼啊 但我也沒有說破 因為我覺得 那你為什麼不去開門看看是誰 因為也怕 因為心裡想說 不會真的是騷擾的吧 不能夠這麼快 他怕說去看 萬一真的一個女的在外面 對啊就是 但是他有男朋友保護怕什麼呢 我就是還覺得 我沒有真正的證據 還不想要立刻戳破 但我心裡有底 我覺得我要查清楚 是怎麼回事 再跟你說破 因為這樣子很怪啊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把你打錯白痴 萬一你是要收報廢的還是什麼的 要收報廢的還是什麼的 沒有啊 我覺得他可能真的開門 真的是那個女朋友的話 他真的會崩潰 對因為我也不想要立刻正面迎擊 當下我其實心裡有一點害怕 我覺得有什麼 可是你既然這樣講 我相信你好了 先給你機會 但是世界就是這麼小 好巧不巧 我們中間有共同的朋友 我就想辦法找到那個女生 我就問說 因為男生跟我說 他是一直要甩掉他前女友 前女友一直騷擾他很煩什麼的 從男生口中的說法是這樣 然後我就想辦法問到那個女生的朋友 說你可不可以問一下那個女生 最近的感情狀況是什麼 然後那女生說 煩死了 那個男生死不跟我分手 纏在我身邊 受不了 就是那個男生 就是反過來 對 是反過來 他根本都在騙我 他其實兩個都想要 那問題是按電令的人是誰呢 按電令的人應該就是外面的女生 不是那個女生 還有另外一個 不是那個女生 然後我們兩個就想辦法一起 就是當面跟這個男生戳破 就說 你到底是現在要怎麼樣 我們就三個人約要攤牌 然後男生看到我們兩個嚇到 就說你們兩個怎麼 怎麼約上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其實我都知道 那你現在是兩個都要 還是兩個都不要 他說你們 你還給他選擇啊 你這個選擇 你這個選擇 你還讓他選擇啊 天啊我男生興奮欸 我想知道他會怎麼回 他要怎麼樣都不重要啊 那我兩個都要 應該是說你要腿還是要手吧 可是我就想要知道 他的反應是什麼啊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講的 連這樣都不用講啊 這件事情已經發生 我也覺得都根本不用出去 對啊 這根本不是裝傻 這真的是真傻欸 我有碰過類型 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我們以前喜歡出去玩的 那有些女生 我覺得有時候 她很 比較怎麼講 比較直接的一些女生 然後這個女生長得還蠻可愛的 蠻漂亮的 然後她的 她有一招就是 她喜歡碰男生 手來腳來的 手來腳來 然後她胸部很大 她常會用胸部去頂男生 男生應該也很開心 你看肚力這麼開心 對 有一些男生會喜歡 有些男生一看到她經過 就開始掃吸了 對 可是有些男生就會覺得 這個女生太 太over了 對不對 特別是在這種夜店啊 就是特別會 會很多這種女生 會裝醉 裝傻 對 這個是最多的 在夜店 還有裝嬌弱的 裝嬌弱你就看不過去 因為我之前反正我的室友 我住了幾輪室友 都有那種平常真的很Man 可以徒手打蟑螂的 然後只要一有男生來家裡 看到蟑螂是彈起來 就是說你幫我打蟑螂 可是男生就會很有優越感 覺得我幫你打蟑螂 然後我在旁邊我都會覺得 到底為什麼你平常這麼Man 到這一刻可以裝成這樣 可是他們都覺得OK啊 他們都覺得我就是這樣 在男生面前就是要弱一點啊 他們覺得這樣子是 會讓男生舒服 我覺得男生是不是會 看不出來女生在Gay掰的時候 對 你們看不出來 是不是看不出來 因為有時候女生啊 看女生就很酸 女生看不下去 女生一看就說 這樣你也可以 這明明就是假的 他說他怎麼了 他沒有怎麼樣 他就很可愛啊 就小女生啊 對 一直讚美說 我覺得你好正好正 你看得出來是Gay掰嗎 你的表情看得出來 因為你們 你比較不誠懇是吧 你不是走誠懇路線 對 就是說男生這看不出來嗎 像那個弄胸部的 一定有很多男生 也不知道他是假的 對 然後女生就會在旁邊說 女生看不下去 因為女生有時候 特別是好的朋友 就看不下去 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子了 對啊 他會覺得你在丟我的臉 你是不是坐在這一群女生裡面 他會覺得 男生會覺得我們都是像這樣子 對 對 你是有胸部弄 那還算 情有可樂 有的什麼小奶 還沒 還講 弄半天 這個才討人厭 男生也討人厭 不要拿你的肋骨弄傷我的手 可是馬丁覺得他看得出來 沒有啦 可是其實我覺得是裝沙有另外一種的 因為以前我一個 以前在日本的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感情的方面 可能開始就是變不好嘛 也就像是要分手 可是我每次跟他分手的時候 他就會就是 不要啊不要啊 就是一直分不了手 然後就是感情會弄好一點 然後就是重點是分不了手 那我就想辦法 然後就是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然後朋友就跟我說 那你就批腿吧 然後我就想 欸 喔 好 不是好 不是不是對他只好 我的意思是 好 這麼快就好了 這個可能是一個好辦法 那我要怎麼做 你跟你這個朋友可以少交談好不好 真的 沒有 所以我就去 就是 店 然後買了一些女生的東西 像綁頭髮的啊 護水膏啊 跟那些 然後放在我家裡 所以就自己扮女生是不是 沒有 因為他就會來我們 來我家 然後就會看到這些東西 欸 別的女生來過這裡 就會認為我劈腿了嘛 可是重點是我買了這些 放在家裡 然後一直都沒有他的翻譯啊 然後就是他轉了頭 然後他沒有看到的時候 我就把這些 就是綁頭髮那個 丟在他的腳那邊 然後就說 欸 你丟了東西喔 然後他就看了 然後就 喔 是我的 啊 還裝殺說 這個是我的東西 他比你厲害耶 就是因為他不想分手 他就不想 他為什麼不想跟你分手 你到底合得合能 對 要這樣子 幹嘛 你幹嘛 你錯了 你要放一個裝滿的保險套 對 對 有些人要什麼內褲的 要裝滿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放一些 男生內褲啊 男生的內褲啊 男生的內褲 對 這樣大 想跟你說 女生到底該不該裝傻呢 我跟你講聽了那麼多的故事啦 好像男女之間就是這樣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我們就是這樣過了一生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各自去體會囉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獎 明天見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獎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露階